用开水烫面蒸馒头出锅原来这么好吃 不用提前发面 个个蓬松轩软不塌陷 香甜又劲道 首先大盆中先准备150克的面粉 然后倒入100度的开水给它烫一下 边倒边快地搅拌 把面粉都给它烫成大絮状 一直把面粉给它烫至没有干粉状 然后下手把它揉成团 最后我们把它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细腻的面团 这样就可以了 加上盖子防止外皮风干 另外再准备一个大碗 加入350克的面粉 倒入3克的无铝泡打粉 4克的酵母 用筷子搅拌一下 再分少量多次的倒入清水 变到变快地搅拌 也把它们搅成大絮状 搅至絮状之后 往里面加入5克的自炼猪油 接着再把我们烫好的这块面团 给它放进来 然后下手把它们揉到一起 这里加入猪油 可以使我们做出来的美食 洁白透亮 而且会更加的香甜 我们在揉制面团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多揉一会儿 一直把面团给它揉至光滑细腻 大家看一下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揉好的面团 不用醒发 直接给它取出来 然后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在下手给它分成大小均等的剂子 取出一个剂子 放在案板上面 用手掌给它按压 遮叠 直直把里面的空气 往前给它排出来 把面团给它揉至 非常的光滑细腻 然后再慢慢地往里面 给它收口 然后再把它搓高 案板上面撒入适量的干面粉 把表面给它滚上一层干面粉 再给它搓一下 好了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制作完成了 生胚做好之后 再均匀地给它摆入笼屉中 摆的时候 两个生胚之间 给它留够足以的空间 这样在醒发的过程中 它不宜粘连 再盖上盖子 放到温暖的地方 醒发值原来的1.5倍大 等待20分钟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馒头生胚已经发了 体积明显地变大 并且用手按一下 能快速回弹不塌陷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上气即时蒸15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两分钟 我们的烫面馒头就制作完成了 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给它打开盖子 打开的时候 先不要一次性打开 我们要先轻轻地掀开锅盖 给它放出一部分气 这样可以避免里面的馒头 遇到外面的冷空气 引起热胀萎缩 等气放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把锅盖迅速给它拿开 哇 大家看一下 馒头个个都是白白胖胖的 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非常的漂亮 雪白雪白的 用手按压 快速回弹 不塌陷 像这样就说明蒸好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盖子盖出来 然后再给它放到壁子上面 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蓬松渲软 不塌陷 也不回缩 表皮特别的光滑细腻 真的是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雪白雪白的 然后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组织特别的细腻 蓬松渲软不塌陷呀 接下来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真是没有想到 馒头吃起来 香甜松软有嚼劲 特别的好吃 这样蒸的馒头就是不吃菜 空口也能吃上两三个 比我们平时蒸的馒头还要好吃哦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做给姜燕尝尝吧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提前发面 既省时又省力 只要你会烧开水 就能做出如此美味的烫面馒头来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烫面馒头的做法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